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过于麻麻还真不备 不信你自己去博物馆瞅瞅 这完全就是忠于历史吗 正是因为本剧有着忠于历史的高级性 那类小编就在剧中认识了一个一直被后人所诟病的皇帝刘子叶 嗯 接下来小编排历史维克腾开奖了 带你走进这个烂套路出牌的皇帝 历史上的刘子叶是出名的暴君和乱伦的皇帝 昏庸无度 凶残暴虐 滥杀大臣 就连他的叔叔也没能幸免 凤求皇中出现的刘子叶 正一解释 就是一个忠于历史的人物创作 一言不合就昏君模式上线 小编能说有些剧情 真的是看了想冲进去打人吗 不管是亲人还 是敌人 在他这里都是一样的下场 无始无辱也就是直接配偶你 当他看到十岁孩子头颅的时候 这样子也是很变态的说 小编能说样子看的人后背发凉吗 还要称自己的叔父为猪王 让叔父和猪比体重 让叔父吃猪食 把自己的叔父当猪养 看看这一脸昏庸的样子 弱弱的问一句 有多少网友要报名去全请一下刘子叶的 一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抱怨 马上就是表面笑嘻嘻 心里人们皮简直是戏精本人了 一到这种时候 就用假笑来掩饰自己杀戮的性子 笑着笑着下一秒就是宣称 要把你们送上考架 尤其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阿子 有不周的地方时 直接就是刀剑问候 可以说是非常凶残了 面对忠心守护自己和国家的大臣 这个被掩盖了双眼的皇帝 眼中看不到任何的真相 被宣称之之意自己是一个假皇帝时 直接霸气的说 如果你想死的话 我绿码就成 全你 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 逼的是无况可说 叫子的皇帝分分钟 去逼得民众造反的节奏啊 不仅对于大臣们是极其冷漠的 就算是自己的母亲 也丝毫挽救不了这个婚君的性子 在母亲的灵堂上 逼着工人们放声大笑 还直言自己的母亲 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一切 快 打枪给小编 看着这种不仁不义的婚君 唯一的想法就是只想解决掉它 这个常年把杀人放在嘴边的皇帝 这个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的皇帝 这个整日昏庸无度的皇帝 其实也有挺可爱的一面 偶尔的一个小表情或者是一句话 也是让小编分分钟对他又爱又恨 尤其是在自己的阿子面前 简直就是一个软萌小弟弟 可爱到爆棚了 大写的哽之伯小编 觉得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皇帝 脸上就是贴着耿直二字 一开唱耿直的说自己的祖父晚年很倒霉 吐槽自己长辈的鼻子 杠 直播就是你无误了 面对要惩罚自己的老师 刘子叶也是丝毫不怕的 也对 最为一国之主 这样子的架势 怎么可能吓得到他呢 一言不合就惩罚自己的老师 说一点都不想看见他们 这简直就代表了广大临近考试的佛系学生的内心啊 老师默默哭怨在厕所了 心情不好低时候 对在他面前跳舞 为讨他欢心的小姐姐是一脸嫌弃 直接张口就对这位漂亮的舞女小姐姐丑八怪 丑八怪 能否别把灯打开 来 跟着节奏迪斯克摆起来 含着泪也要跳完 暑假包化低解控 这位凶残霸虐的皇上 其实还有一个很好人喜欢的属性 那就是一个大写的解控地 最喜欢他的姐姐 一看到阿子就立马就切换模式 阿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都依着姐姐 还要把健康成所有的美男子都送给阿子 一次次的说 要给阿子找天下最美的男子 前一秒还在动怒 下一秒看到阿子瞬间就软蒙下来了 各种撒娇 抱怨阿子这么长时间不来看自己 是不是讨厌自己了 话说这个解控真的也是够了 扶在阿子的腿上一个劲的撒娇 一边撒娇还一边说自己想杀人 这话阿子可能也不好接了 一言不合就表白阿子 像皇帝你真的要切磨梗鞠啊 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阿子 看到阿子就要拥抱 不开心的话都要讲给阿子听 这个时候的小皇帝 如果忘记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可能就是一个可爱的弟弟 谁敢对付阿子 我就诸神全家 霸气固解 当看到自己阿子切花大臣不吃时 分分钟要原地爆炸的节奏 就是突然小招啊 硬生生让大臣吃掉光火 这位弟弟可以说是非常爱自己的姐姐了 小懒狗的外表 男友Emax的性格属性 啊哈哈 又是不是有个恶魔的人设横在中间 小编可能会无条件的 跨越朝代给打电话的 尤其是这副在阿子腿上 答应阿子再也不会杀人的样子 犹如一个被乖乖收服发小恶魔 虽说以往的作恶 对端的确让人心生恨意 可看见眼前 这个对阿子为命侍从的小奶狗弟弟 似乎又恨不起来了 孩子气爆棚的小皇帝 在抛去暴君这一层外衣之后 凤秋皇中的刘子叶 其实就是一个大写的孩子 在和这一群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 毫无违和感 这天真爽朗的笑容 也是由心而发 这个时候的刘子叶 不再是那个 动不动就喊着要杀人的昏君 他更像一个期待自由的孩子 在欢乐的时光中 一点一点的享受这惬意的日子 远离皇宫的刘子叶 一举一动更是像足了小孩子 看到唐葫芦 唐人 就开心的转圈圈 旋转 跳跃 他不停歇 看到小鲸鱼 就拉着阿子扫娇 落腾的要阿子帮忙买小鲸鱼 话说 你们有没有看到逛街的自己 没有猫饼 这 就是小鲸鲸 本人惹 出宫后就收起了自己 悲言拔苦的一面 跟在阿子的后面 像一个听话的乖孩子 即使是危险来临 也时刻不忘阿子交代的话 乖乖在原地等他 一直不走 这也太听话了吧 小鲸鲸觉得这位皇帝 仿佛就是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样子 这些举动也实在是太萌了吧 这个恶魔属性和天使属性艰巨的刘子燕 其实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生活在皇家大院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在父皇外群的时候 他被宫中得宠的妃子欺负 被带上狗像圈 被弟弟当狗席 更是被人打骂扔在臭水沟里 路过的人也不深以援手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 在他当时又小的心灵 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足以保护自己 所以他一直在学会让身边的人 对自己为命适从 一旦违抗 小巧就是领便当 这些或许就是 这个刘子燕 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婚居 为缘迷霸 港针 小编是真的对这个奶狗系列的小皇帝恨不起来 这个99年的张艺杰 凭借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把握和处理 让华友们认识了一个自带蒙虫属性的刘子欺 他可以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眼神里面都是杀气 也可以是一个满口甜言蜜语 一心要保护阿子的好弟弟 在天使与魔鬼属性之间切换自如 厉害的是 竟然还可以让人觉得不跳戏 M答应小编 这个恶魔派的天使小皇帝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 你可以多来一点表情包 减少一点月薪的情节 对自己的亲人好一点吧 这样子的话 小编就有了继续给你跨越时代打电话的动力呀 每周日 周一 22点 湖南卫视算是独播剧场 电视剧凤球 黄正在热播 网络平台爱奇艺 芒果TV全网首播 VIP会员23点请更新两集 为VIP会员次日24点观看 更多精彩 一起期待接下来的播出